也没办法对他如何 那么就变成有因无果 那这样世间人就万谈 然后到最后历史当中就有人说 干脆把仁义道德都抛掉了 对不对? 不然你们都叫我做仁义道德 然后我们结果又没有 大家又没有都没有照这样做 对不对? 那干脆大家都来做坏人好了 那么这个就叫做有因无果 那么如果是佛法的话 就是有因有果 我们今天受的就是过去有因 过去有因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受这个果 那么我们今天照啊 为什么不要乱做? 就是因为将来会有果 总不能说你都做圣人 圣人都是要要死 然后像二十守阳山 那个什么 那个以前让天下雨遥顺的人 最后二十在山上 圆回做一个闲人 也都要死 做一个大强盗的人 就活了长命百岁 所以古代的人就批评过 就像庄子他们就批评说 你都叫人做好人 叫做好人都不偿命 强盗的人都回收了 所以就叫做 最后仁义都不要讲好了 那么只有佛法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这个因 将来就有这个果 那么这个因果才会圆满 不会说 那是天生自然的 那就是无因有果 对不对 为什么天生自然 你就长那么漂亮 我就长得这么外格起刷吗 为什么要天生自然 那无因有果吗 或者是有因无果 现在叫人家要做好事 做好人 好人都很坏命 也没有讲到将来 那就变成有因无果 那么我们佛法才说 有这个因果 那么这里说 非为身口未端 就是我们身口没有端正 那么心由邪取 我们心形 也都是邪取的 那么我们并还没有真的 像阿罗汉这样子 一夜清净 见生自义 解备真全 圣教之所不一 明师未成 尘寿 意思是说我们刚学佛 懂一点点 实际上我们身口意 都还没有弄得很好 然后见生自义 见节才 生自自己的义 这个义也可以讲 肉部那个遗策 那个义 就自己乱拆 佛法自己乱解 见节就从自己的义策 乱想出来 解备真全 我们的知解 就是违背佛法的真全 圣教之所不一 明师未成 尘寿 我们佛的圣教 我们也不一 不一佛的圣教说 佛教我们要界定会等等 我们也不一 然后真正的明师 也没有遇过 不曾亲近过 承受他的教诲 未曾承受 承受这个明师 好的老师的教授 教诲 根源非为素洗 见节 未遇生自 那么我们的根基 我们的因缘 并不是素世以来 就学习过的 就是说我们根基 不是很好 我们又不是说 素世根基很好 素世以来就学了 像六祖大师这样 见节未遇生之 我们的见节 又不是说生下来 生而知之者 我们还没达到说 我们生而知之 我们要学而知之 那么不学就不知 那有一种人是生而知之 生下来天生就很聪明 像摄利佛墓见人这样 我们又不是那一种 我们要学啊 见节未遇生之 生而知之的那种 而能四智变充 谈论已至终日 能就是乘 我们乘四智变充 之快 然后谈论已至终日 那么那四智变充 整天都要谈谈谈 以为是佛法 那么实际上并不是 在四智变充里面 就是以为在谈论佛法 中日就整天在那边讲 可是实际上不是 实际签谈于经语取慧私心 有时候我们就签这些语言 来取慧私心 来符合我自己的私心 对不对 如果我贪吃 我就说 人家说酒肉穿肠过 佛在心中坐 对不对 自己贪吃 那么如果我们不慈戒 我们修行 心平何用慈戒 对不对 我是心平 我不用慈戒 行止何用修禅 那么自己 把这经典语言自己拿来 汇合自己的私心 我私心 比如说 我们有当时 看人说 我们有当时 用经典来解释自己的 这种 这种的 这种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 我们 病毒当作改团 沾罗当作主宰 都没接到 我管你有生什么 没生什么 有生辛苦 没生辛苦 都当作 把那个经典当作是这样子的 来取慧 来符合自己的心 众邪说 以狂于人 放众邪说 来欺骗那愚痴的人 拨因果而排罪符 说没有因果 那罪报福报都是假的 地狱都是骗人 那不败 那贾罢了是天堂 那邀了地狱 没什么三二道 这是乱说的 拨无因果 顺情则西宜生喜 逆者欲主怀称 那么如果顺他的情意 就满脸快乐 西乙就是 脸上好像很快乐 很欢喜的表情 意思说 如果我们修行 稍微赞叹一下 得意洋洋 欢喜的要命 比如说 菩萨你修得真好 那大家一听到 就是很欢喜 那么如果逆意 违逆他的意识 就欲除怀称 欲除就心里面不快乐 那么称恨心就起来了 违背他 称恨心就起来了 三寿之状固然 称谓乃愚菩萨 我们三寿苦受热受 不苦如不乐受 这个叫做三寿 一下受苦 一下受乐 这个心根本就是动来动去的 三寿之状固然 还很明显 现在讲 这个苦啊 那个乐啊 分别心还很多 那么分别心 还很明显 叫做固然 就是很明显 坚固 称谓乃愚菩萨 可是说 自己就好像 自己是菩萨 的阶位一样 愚就是比类于菩萨 实际上表面 这些苦乐心 还是在 分别心还是在 可是称自己 我是菩萨 我像菩萨一样 那么这个是 我凡夫啦 初篇之非未免 初篇就是我们戒律里面最根本的杀盗云忘 这个叫做初篇 不要说违系的啦 什么威仪啊 什么这些 比较违系的戒 最重的不能杀生 不能偷盗这些啊 不能邪云这些啊 不能这个忘语这些啊 都做不到了 何况呢 维系的啊 就是出篇之非 根本仲介啊 就没办法免除了 过人之信 信就是缺失了 过人之信又赢 赢就是缠绕了 超过别人的这个缺点啊 还缠绕 意思说缺点还很重 有时候我们学佛啊 虽然大家都学佛 有时候比世间人的修养还不如 这叫过人之信 就是说超过其他人了 有的人虽然说都是学佛 但是你说啊 有一些行为上面还不如一些人 218页 说大圣之所不休而复寄于小学啊 大圣都没有修啊 还讥笑这些小圣的 小学就是小圣啊 自一时之强口 棒说之患坑然 那么一时呢 一时呢 放纵这些口业啊 强口就是强说啦 强分别什么大圣小圣啊 讥笑人家 棒说之患坑然 那么毁棒的说法呢 这个过失呢 坑然 坑就是响亮 就是说自己都没有什么修 然后在那边分别 这些有修 这些没有修 这修得好 这修得不好 如何如何啊 就批评人家 大圣怎样啊 小圣怎样啊 一个人说 大圣的人啊 都是方便啊 太过方便啊 方便到随便啊 随便乱讲 然后就小圣啊 都不发心啊 都是不慈悲啊 没有狐狸心 大圣也买没 小圣也买没 这个叫做棒说之患 随便乱说 这个灾患啊 坑然就是很明显哦 明显 三途苦报 报之常解 如果这样乱说一通啊 三途苦伦 报之常解 我们随便批评人家 如何如何修行 怎样怎样啊 这样子 三途的苦报 是很重的 毁棒 就像我们拜 凉王餐里面啊 对不对 像其中 不是有一个故事吗 就是说 有一个人啊 有果报 就在那个 粪坑里面啊 从钻来钻去啊 后来就说 为什么这样子呢 就是说 因为他过去生的时候啊 做执事人啊 然后呢 他受到供养啊 然后有一些 大众都有份啊 然后可是他就把他藏起来啊 然后其他法师就问说啊 我们刚才居士供养 把他到哪里去啊 他说没有啦 你吃赛好了啦 然后所以呢 就变成这样 你要吃什么 吃赛 然后就变成 他就变成粪坑的虫 就这样一句话而已啊 所以叫三途苦伦 报之常解 不要乱说话 苏云 苏金说 古人当言而拒 发言而忧 当我们要说话的时候 就很谨慎 很小心 发言而忧 我们讲话就很注意了 就是古代人这样说了 那现在人讲话都乱说了 我们不要学 再来 又云 只废没落去心 习过没落无语 如果要停止沸腾啊 水如果要停止沸腾啊 就是把那个柴火拿掉就好了 心就是柴火啊 那么习过没落无语 如果要停止过事的话 不如不说话啊 不要乱说话啊 如果要停止沸腾啊 如果要停止过事就不要乱说 又如经说凡夫有肉善心一称阿摩佛乃至小低头 以此因缘上乘佛道 我们凡夫啊 一称佛低头啊 都能成佛道啊 何况二圣无肉善心永断后有 亲正人空会 所习诸行而不登正未乎 我们凡夫啊 一称佛一小低头 这个因缘都能够称佛 何况二圣人他们已经无肉了 然后呢 永断后有就不会三界后有 他不会再轮回 他已经正得人空会 人空会 他虽然还没有法空啊 但是他有人空啊 所习诸行而不登正未乎 那么他们所修的难道不会 最后就成佛吗 所以呢 因为问的人就说 为什么呢 不学这个顿悟成佛就好 为什么要修 说什么布施慈戒啊 忍入啊 修这个断乐去善 礼拜诸佛 诵经 忏悔发愿啊 等等啊 为什么要做一些事项 甚至说 这些外面事项不是像小圣吗 所以我们耶稣大师说 小圣最后也是会成佛 何况我们现在是凡夫呢 不要乱批评说 大圣如何 小圣如何 所以少说话啦 所以以前菩萨说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句佛啦 打得念头死了 虚如法生活 念头把他打死了 那么我们多念一句佛 法生活就好了 那别人啊 好坏 少说 才不会 才不会 尤其在家居士 我是觉得说 我们学佛的人 不要常常说 人家会下地狱 因为我们 我们又不是佛 我们又不是阎罗王 很多学佛的人 会跟人家说 说这啊 你这样就下地狱 很多人喜欢这样讲 我不晓得为什么 当然那个是 那佛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说 我们怎么知道 人家这样会下地狱 对不对 你只能说 这样做不太好 这样就好了 下面那一句不要讲 这样就下地狱 谁说 你不是佛 你不是阎罗王 你怎么知道 但是很多人很喜欢这样讲 常常听到 我们讲这样不好 佛教徒不要讲这样 你只要讲前面说 这个师兄师姐 这个好像不太好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说 你这样就下地狱 这样的话 人家到下都下死了 大家都走到二口咖 真的啊 不敢来 你来佛门 这下就下地狱 那下就下地狱 哇 那大家谁敢来啊 所以下地狱 我们不要乱讲 我们学佛 所以话不要乱说啦 还是少说一句啦 多念一句佛 那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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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常见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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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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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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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余